拿著橫幅海報準備入場 幫林玉婷加油 許多在巴黎的台灣民眾 到現場應援 不只人道 連打扮也費盡心思 民眾號召 穿搭兩綠色的dress code 但因為衣服顏色不好找 有熱心民眾直接幫忙 買來兩大袋到現場發放 不只衣服配色 藝人版也相當搶眼 耳環上面是粽子 粽子上面是英文TW 就是寫台灣的意思 但是叫小聲 今天要說是Win Today 金牌珍奶手板 還有護身符項鍊 全身上下滿滿的台灣味 我今天一早起床就開始做 我大概做了十個手板 花了差不多五個小時 法理奧運比賽來到最後一天 法國台灣協會會長 在社群上召集當地台灣人 一起搶票入場 要幫陳厚林玉婷應援 儘管安檢嚴格謹慎 但大家還是熱情到場 其實每一個國家 他都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 是不是也可以就是 無形當中的在應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形成我們的意思 其實你走在路上 你就會看到說 這應該是台灣人 譬如說他拿切紙袋 還是說他身上特別的標示 你就會知道說 這跟我們一樣的 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紅色 還有其他國家的代表色 最後選擇了亮綠色呈現 民眾一個拉一個 帶著海報橫幅 親自到場立庭 玉婷的處境 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台灣的處境 就是一路上 我們想要尋求到一些支援 可是我們會被一些 惡意的言語 就是或者是一些抹黑不諒解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自己的人要自己挺 大聲喊話 希望林玉婷 別被惡意傷害打倒 還有一群人支持著他 而這份信念似乎也傳達到了 林玉婷也漂亮的摘下金牌 TVBS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 一起All in